《居安施危》這四個字 講起上來有點抽象 而當政府高官、意見領袖 用來提醒市民大眾時 往往會有人覺得只是靠嚇兇人 甚至是自己嚇自己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本港警方最近破獲了兩宗案件 一宗涉及槍械 一宗涉及爆炸品 這兩宗案件 注意到的人可能不是太多 但確實提醒了我們 真的要居安施危 防患於未然 第一宗案件發生在近日 警方突擊搜查屯門兩個工廈單位 發現懷疑槍械部件製造工場 檢獲四台製造槍械部件的大型機器 甚至預壓式氣槍搬製成品 過巴劍搬製成部件 30支槍管 超過150合元彈等等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 這個集團由外地引入一些部件 再在香港加工 賣到美國和內地 行動中暫時拘捕了四人 另一宗案件發生在上個月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y觀塘分校的後山 被揭發被人用作爆炸品實驗基地 警方檢獲了大量同種類的化學物品 可以製成爆炸品和生涯 並檢獲軍刀、電槍等等的武器 調查後拘捕了四人 全部都是中學生 鑑於這兩宗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不然不作出評論 但希望通過回顧這兩宗案件 令大家可以更加宏觀地意識到 本港治安仍然存在風險 不能掉以輕心 這兩宗案件都是隱藏在我們忽視的地方 躺藥越遲破獲 引發危機的可能性恐怕越大 事實上社會安全 都與國家安全物不可分 事關我們的切身利益和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如何協助警方更有效 更精準搜集情報 繼而打擊潛藏暗角的不法分子置為重要 保安局早前透露 當局會在2024至2025年度 於全港安裝2000部閉路電視 未來亦會以每年安裝2000部閉路電視為目標 並爭設人面辨識技術 一些好事之徒 便隨即跳出來提出監控等質疑 對於這些論調 簡單來說 誤犯法怕什麼呢? 畢者是認同我們在保障安全 和尊重私隱之間 需要找到平衡 但絕不認同以私隱為理由 宅外執法者維持社會治安 居安施危 社會安全就像空氣一樣 雖然經常被忽律 但一點都不能夠少